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第1599集 回大皇子的话 老奴没有九族 老奴是雅贵妃救回的一条狗 黄奴奴跪起来 皇上去后宫次数越来越少 根本不知道 皇后总是以大欺小 在新贵人被打三十大半之前 皇后就对雅贵妃下手了 当时雅贵妃脸部溃烂得厉害 不少太医都束手无策 要不是雅贵妃命大 她 黄嬷嬷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到痛心处 身体都在颤抖 为了不让皇后得寸进尺 老奴只想给皇后娘娘一点教训 要不会死人 真不会 拖出去 砍了吧 皇后轻挑了下眉道 瞬间整个大殿都安静下来 雅贵妃看着自己嬷嬷 也不闹 只是眼泪就像不要钱似的往下落 皇后抬眸 对上皇上目光 脸色依旧 皇上 难道说臣妾连杀一个老奴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拖出去 转了 皇上视线一转 摆了摆手 是 站在外延的侍卫进来 压上了黄嬷嬷 贵妃娘娘 你要保重 小人不能再伺候你了 贵妃娘娘 你要保重啊 不要 雅贵妃回头 牵上皇上衣妹 皇上 不要 皇嬷嬷伺候贫妾十多年了 请皇上收回成命 雅贵妃 不见凤苍穹有反应 放开她 跌跌撞撞下阶梯 朝皇后过去 贵妃娘娘 你保重 皇嬷嬷被压着离开 雅贵妃着急得很 伴了下脚 直接摔在皇后面前 她不顾身上的痛 立即爬起来跪着 皇后娘娘 请你大人有大量 饶过皇嬷嬷这一回 以后不管皇后娘娘说什么 贵妾都愿意听 娘娘请息怒 这是一条活生生的命啊 娘娘请息怒 要不 你吃了什么药 贵妾也吃 吃双倍 只要你饶过皇嬷嬷 贵妾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皇后慢条斯理 放下茶杯 垂眸 此时 皇嬷嬷的声音 店里的人几乎已经听不见了 活生生的一条命 皇后看着雅贵妃勾唇 今年六月 泰兰殿的宫女 只因为穿的衣裳 和雅贵妃的衣裳中的一种颜色相同 雅贵妃命人将她乱仗打死 对了 七月 雅贵妃的脸 是差点被毁了 本宫听闻雅贵妃 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在御膳房的三人身上动刀 一刀一刀下去 血肉乱剑 惨叫声不断 雅贵妃却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 六月不仅是小雅一人 还有另外三名失踪的宫女 听说 这三位宫女失踪之前 都被雅贵妃上了板子 五月 皇后给她倒了一杯茶 再次垂眸 怎么了 很恨我 后悔没有提前杀了我 让你少了一个好帮手 如果雅贵妃 真的如同大家以为的这么惜命 后宫的宫女 也不需要每两三个月都要添薪了 不是吗 放心吧 皇后吹了吹茶墨子 喝了一口茶 她放下杯子 视线再次落到雅贵妃身上 基本上雅贵妃不将下人当人看的事情 整个后宫乃至其他宫的人都知道 雅贵妃瞪了皇后一眼 站起转身往回 皇后冷漠的声音在她身后传来 说了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所有事情 本宫都会一五一十 以书信的方式禀报皇上 既然皇上不追究 本宫也没什么好追究的 皇上 皇后站起扶了扶身 既然替罪杨已死 臣妾暂时 也不打算再追究了 但请皇上转告雅贵妃 这种事情 臣妾希望是最后一次 若有再犯 臣妾一定不会心慈手软 皇上 皇后深吸利口气 扶了扶身 臣妾有个不情之情 说 凤苍穹清白手 臣妾得到消息 皇兄他已经病入膏肓 皇后往前一步跪了下来 恳请皇上 能允许臣妾回国一趟 你要回凤熙国 是 请皇上允许 母后 凤锦有些不解地看着皇后 这么多年来 皇后连双亲离世都没有离开 大家习以为常 她已经没有回去的念头 请皇上允许 皇后再次扶了扶身 与其在深宫等死 她为何不能回去一趟呢 雅贵妃愣在那儿 好一会儿才回头 她扫了皇后一眼 转身向凤苍穹小跑而去 好好 突然 凤苍穹具有威力的声音响起 雅贵妃再次停下脚步 她看着凤苍穹皱了皱眉 身为皇后 岂能说回去就回去 皇上 她在台阶下跪下 皇后污蔑了贫妾 还杀了贫妾的人 现在 却要一走了之 这 雅贵妃 皇后打断雅贵妃的话 今晚还有一件事情 没搞清楚呢 你又想着要兴风作浪 皇上 皇后的目光 回到皇上身上 既然你同意 臣妾打算 这两日便动身 时候不早了 臣妾先行告退 皇后 从桌子后走出来 扶了扶身 转身迈着轻盈的步伐离开 今天的皇后和以前的很不一样 以前的皇后 即使脸色红润 体态轻盈 走路也很慢 甚至要有人服 今日的她 看起来年轻不止十岁 皇后走了 将领也离开 只剩下另两个 压闲一贩的将领留下 凤九儿在外徘徊很久 还是没有偷偷溜进去 最后她坐在一棵大树下 无聊等待 凤九儿看见皇后的身影 没见皇上和凤锦 才站起迎了上去 守在不远处的 见一见状 转身不见了身影 皇后娘娘 凤九儿来到皇后跟前 扶了扶身 回去再说 皇后挑了下眉 继续往前 凤九儿转身 过去 将马车帘子掀开 两人上了马车 回到皇后宫殿 凤九儿扶着皇后进去 等皇后坐下 她立即问道 皇后娘娘 什么情况 今晚究竟是什么好戏啊 雅贵妃偷人 算不算好戏呢 啊 雅贵妃偷人 凤九儿在她身旁坐下 皇上也在 偷的是谁啊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c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